大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去全港的不同大諸院校 有去到一些仍然很堅持去做的CD店 可能有些很舊式的CD店我都去探訪了 接著之後我發現得出來的結果 經常說樂壇已死其實是未來的 或者甚至是不會的 只不過是大家有多堅持去做這件事 那我都是其中希望是一份子 因為確實地我剛才在台上說 我都曾經有一段時間是脫離了廣東歌 但是當我做回廣東歌手的時候 我發現這件事其實很寶貴 是一個寶藏來的 所以我都希望這首歌可以獲獎的時候 可以令到大家提起一些對廣東歌的支持 或者是一些留意已經是可以的 還有我都希望可以能夠有些機會可以獲得 或者是可以染指一些可能關於專輯的獎項 因為其實我去了很多CD店 就發現其實現在新的歌手 能夠出到唱片的機會越來越少 但當出得到的時候 其實真的值得大家去支持 所以就希望可以有一些專輯的獎項 可以多謝到製作專輯的團隊 很機緣巧合的機會見到拍子 我開心的是拍子原來是由很早期 由我出螞蟻的時候已經開始聽我的歌曲 所以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多謝他幫我拉票 因為他原來真的一直有追聽我的作品 甚至有賣我的電話在他的車裡 我不敢說 因為我本身是他的粉絲 而且他的地位在我心目中是很高的 所以能夠跟他接觸到 還有得到他的加持 我覺得是很開心的 之前K和MJK都是跟我吃完飯之後 有一個奇特的功能 但可能有朋友如果想有意欲的話 都可以和我吃飯